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都已平定 对皇权最大的威胁 主要就在于陛下身边的禁军 这几日 趁想到了汉高祖刘邦 在开国之初 为了保住江山设计 他不惜杀戮开国功臣 你怎么会想到刘邦 他算个什么东西 他立国之后 大开杀戒 杀戮有功之臣 绝不是朕效法的对象 臣也是打个比喻 也是为了赵家的江山设计着想 请陛下息怒 居然你与赵蒲都有这种担心 不如你现在就同朕去赵蒲那儿 咱们细加商议 寻找出一种人均之举的办法 来抑制武将之权 陛下与京非昔比 乃是一国之君 不可轻易驾临臣子之宅 这也是以前历朝历代的定制 刘玄德不是也曾三宫茅庐吗 可那时候刘玄德还未登地位啊 如今陛下已是九五之尊 驾临臣子之宅 只会让臣子恃宠而骄 反而是害了他们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样你就带朕去赵家跟赵蒲商量 臣